歡迎收聽《停損王》第121集 現在時間是2024年7月19號 禮拜五下午6點 好讓大家久等了 今天不會錄太久 短短的而已 首先感謝第一位贊助我們的聽眾 6月20號 喔好久喔 快要一個月了 那個ZC 斗內台幣50塊 ZC說 期待損王雙週更 杭州我也覺得不錯 但損王竟然沒去西湖 好特別啊哈哈 沒有我們沒有去西湖 人家帶我們去哪裡我們就去哪裡 而且我也不知道西湖在哪裡 呵呵 下一次有機會去杭州的話 可能再去看一下啦 不然之前都只有在國文課本裡面看過西湖 然後也不知道他到底長怎樣 也沒有真的去過 有生之年還有機會去的話 再去西湖看一下 啊我已經不知道下次去是什麼時候了 我現在比較想去的是德國 上次去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之前去過一次 在川普還沒有當總統以前去過一次德國 那個時候對德國的印象還蠻不錯的 只是吃的東西稍微貴了一點點 瑞士更貴啊 德國比較沒有那麼貴 但是就是覺得還是蠻貴的這樣 就不像在中國那一邊 隨便不管點什麼東西 都覺得自己好像財富自由很爽這樣 去德國就覺得爽 但是要花很多錢 好大概是這樣 感謝ZC的斗內 好下一位 SAIBA 我怕我念錯 所以我直接一個字一個字把它唸出來 我說SAIBA 好 SAIBA贊助台幣50塊 他說贊助重入的電費 好應該是我上一集說我們重入很多遍 感恩啊 我們電費加50塊 沒有關係啦 這個電費真的是小意思 我跟你說 自從我不挖礦以後 都覺得這個電費都超級便宜的 這小事 以前挖礦的時候 我每個月電費都幾萬塊幾萬塊在繳了 那價值觀整個都已經壞掉了 現在一個月電費才一兩千塊乾 冷氣一直開著都不要關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還是感謝大哥的電費贊助 感謝大哥 好下一位 KZ 在7月10號的時候 斗內贊助台幣262塊 然後沒有留言 這個金額我認識啊 聽說在LINE群組那邊有人說什麼 特斯拉那一天收盤多少錢 他就要斗內多少 謝囉 祝這位哥哥 特斯拉祝你漲到3000塊 美金 不是台幣 雖然你斗台幣200多少 對啊 262 現在 特斯拉 等一下我看一下 特斯拉 有沒有比那一天多啊 應該有吧 TSLA 沒有耶 疊下來了 好 斗內那一天呢 特斯拉是262塊 現在呢 特斯拉是 249.23 沒差多少 反正你斗內也是台幣嘛 沒關係啦 祝這位哥哥 特斯拉漲到3000塊 美金 不是台幣喔 台幣如果3000塊的話 我他媽又要吃土了 特斯拉這一波漲幅真的是很兇耶 我們就鼓來真的很猛耶 你知道鼓來最近在幹嘛 不是最近啊 前一陣子啊 前一陣子喊蘋果 蘋果漲 然後喊那個特斯拉 特斯拉漲 然後喊說那個 什麼硬體的先不要看 然後硬體的就不漲了 喔超猛 隨便喊隨便對 幹超強的 偶像 偶像 特斯拉這一波漲幅真的是算還蠻兇的啦 終於他已經不是科技巨頭裡面最代 最代賽的那一個了 我們前幾天還看到說 喔他是領頭 幫助大家 扛住 幫助指碟的那一種 但是 雖然說他已經不是最代賽的那一個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點不夠強啊 前幾天還有一點點大回檔對不對 他那個回檔其實也沒有到很大啦 就是他本來8月說要發表 然後又往後延了 不過沒關係啦 因為往後延這件事情 應該都在大家的預期之內 沒有超出預期 後面我覺得特特應該還是不會太差 我們一起嘎爆比爾蓋之 好那今天不會錄太長喔 只是要稍微 像今天特別有FU 可以稍微講一下 這幾天喔那個 你應該有看到 股市真的是有點跌太快了 本來呢 節目一開始是想要澄清一個謠言 本來是 想說開頭的時候來澄清說 因為 你知道有人在那邊說 損亡賺爛了 好像損亡現在每天都在打單 因為賺太多太嗨了 所以都不想錄音了 本來是想要澄清一下 就想說 謠言止於智者 損亡並沒有賺爛 本來想要澄清一下 但是我現在看應該是不用了啦 但是我現在看來應該是不用澄清的啦 那個再怎麼賺爛也都差不多了 2024年7月11號指數最高來到24,400 然後呢 7月16號開始連續跌 周末還給他那個加速衝刺 7月初漲的那個1400點到這個禮拜五 今天統統給他跌回來 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跟著我真的也不太懂 你知道嗎 7月13號上禮拜六還日 忘了 反正就一大早 我在那個那件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我馬上就已經看到了 五分鐘之內喔 那個CNN還沒有貼出來 我忘記CNN還CNBC了 反正那個新聞 最早的那個才剛出來五分鐘 我馬上就看到了 可是看到也不能幹嘛 那時候只有比特幣可以動而已 其他東西全部都不能動 反正大概從K線圖上面看啦 7月16號開始連續跌 然後這幾天加速衝刺 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啦 啊這個我也不知道應該是要算幾顆啦 我們台灣這個叫兩顆嘛 啊川普那個算幾顆我不知道 中大概就中一顆啦 因為槍聲好幾發嘛對不對 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做子彈打的是川普 傷到的是拜登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那個艾斯摩爾的財報 之後的那個半導體全線下殺 其實艾斯摩爾他也沒有講得到不好 就只是展望稍微 我覺得就稍微一點點差這樣而已喔 但是就是殺的很兇 然後那一天台積電就開始殺了嘛 本來大家都是預期說台積電法說之前 有一段美好時光可以過對不對 還沒有等到台積電法說 本來以為劇本是台積電先拉 然後法說以後再來殺 或者說法說當天再來殺什麼的 但是法說還沒到就已經先殺了 你看前面的劇本都演得好好的喔 前面劇本是怎樣呢 先傳出台積電要調高資本支出 好啊他調高資本支出的話設備股百花齊放 然後再搭配FOPLP那一群 這樣狂拉一波什麼一線二線 先拉二線再拉一線 有人跟有人不想跟 我說有人跟有人不想跟 就是說有人會覺得說啊這個之前演過了 要再玩一次就不想跟 不跟的人就覺得說 這次一定又跟上次一樣啊 先騙騙你說要調高資本支出 然後漲一下設備股 然後到時候法說再跟你講說沒有啦 明年造就啦沒有要調高資本支出 或者是只調高一點點 甚至還給它下降一些 如果今天劇本這樣演的話還算OK喔 就跟上次差不多而已對不對 偏偏泡 然後到最後跟你說啊沒有啦沒有這件事 結果那個法說還沒有到就先開始殺了 這是第一個surprise 然後第二個surprise 台積電法說之前先給它漲破一千 一千以上的台積電先擾亂一池春水 跳一個tick就影響指數有40點 欸你看過一千以上的台積電嗎 我沒看過 你有看過一千以上台積電的那個加全指數嗎 你沒看過 我沒看過 自由人也說他沒看過 我那時候就想說 欸幹這是新南海 台積電一千以上的這段時間 我一定要認真看台積 他到底怎麼跳 我先不管這個以後是不是新常態 還是說他只有延續一段時間而已 就算他只有延續一段時間以後 我只能跟孫子講說 阿公看過 阿公看過一千以上 台積電一千以上台積是怎麼跳 以後光是拿來跟孫子講這也沒差 反正我就覺得這段時間了 一定要累積一下經驗值 所以我就每天在那邊看看看看 然後偶爾打一下 偶爾打一下覺得 喔好好看這樣 欸我剛剛故事講到哪裡 喔台積電法說 你看法說之前有人在那邊擔心說 阿台積電講出來一定不會太差 反正呢就是好成績 阿大家多多少少心裡一定會有個底 阿如果說法說之前就已經長太多長完了 那法說之後可能就會有一段崩跌 反正大家都在猜這件事情就對了啦 用已知的事情然後就在那邊猜各種劇本 好阿阿法說之前呢你就看到哈 川普阿艾斯摩爾的關係阿有先跌過了對不對 阿這時候又在想說劇本可能要改一下了 因為法說之前先跌過了 所以法說之後可能可以安全的上漲了 就可以救世主了應該安全了吧 好法說之後如果擊敗預期的話 應該又可以往上繼續嗨了 對吧 對嗎 對吧 結果又沒有 法說講完了以後夜凡那個TSM天使萌 意思意思給他反彈噴個4%以後 然後又繼續往下灌 親眼目睹這一切的發生 昨天是昨天還前天忘了 反正現在度日如年 是不是昨天的事情我都已經沒有很很有感覺了 好反正就是往下灌啦 不只他往下灌連帶納斯達克跟費班都一起往下灌 又來了 Surprise Motherf**k 空軍獲勝 然後呢 說損亡賺爛嗎 沒了沒有賺爛了 我這段算是吐的還算蠻乾淨的 短線應該都吐光了 大概在 其實我這段也沒有算賺多少 我大概在23000的時候 台積電在900出頭 大概920那邊 然後鴻海大概220230那邊 我就把那個持股都已經換成非電子了 就是我在那邊就覺得台積電到這邊差不多了 台積電要怎麼算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算了 對不對 就是大概算說 大概多少錢算是便宜 多少錢算是貴 我那時候就預設說大概噴到800以上就很了不起了 然後他噴到1000 那這樣我都已經覺得太多了 後面都是算是 都我抓到的 所以大概台積電900出頭 大概920的時候 我就已經把我的持股幾乎都翻成 換成非電子了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要換噢 就是自然而然就移過去了 這樣 那我那個大概在23000 我不是說現在 現在也是23000 我是說上一個23000 要飆那個24000的那一段 我那邊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 呃電子股算是很清倉了 就是幾乎都沒有了 那我手上那個時候拿的比較多是 現在也是啦 手上拿比較多的是銀件股 然後006208賺滿大的一部分 然後還有消費性電子 其他的話就拿一些閃兵游泳啊 短線持有的東西而已 今天跟你講 明天我可能就沒有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 聽完鼓啊以後 跟風買的一些軟體鼓 就拿這些 23000標到24400這一段 我都是拿這一些 所以那一段時間 你們在那邊嗨的那些東西 我都沒有 拿這些東西呢 有他的快樂 也有他的悲傷啊 就所以在23000之後 接下來就覺得有點辛苦 除了手上有cover到全子骨的部位 比較有所表現以外呢 7月上旬 人家在噴的那一些 我好像幾乎都沒有 我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都沒有 很寂寞 蠻可憐的 我只能在期貨那邊呢 稍微打一下 然後打個吃飯前 念個心經 然後希望不要去羨慕人家 看到人家在那邊塞蛋 啊我都沒有 啊希望我自己呢 不要失心風跑去追 好 因為我就只有賺到全子骨的漲幅 啊然後全子骨又包在006208裡面 那一種 頂多我可能手上有個震惑 這樣而已哦 好那再來呢 川普事件以後是不是開始跌了 啊開始跌了以後難道就輪到我了嗎 有啦 大概爽個兩三天 不是有那兩三天那個 銀劍股在噴嗎 對 大概就爽那兩三天而已 我就只有一點點舒服而已 這個就是閃過的感覺 你知道嗎 跌下來的時候我也有東西跌 啊我也有東西漲 啊我不知道到底是要開心還是要難過 大概就是那種 前面有人在催 啊後面有人在鋼 那種感覺 然後呢 這兩天的心得就是 啊漲都沒我 的確鋼我 也不是說漲都沒我啦 因為在漲的時候台積電漲的關係嘛 所以我還是有稍微爽到一點點 還是有東西可以爽 但是呢就是沒有像人家爽成那個樣子 啊後來噴銀劍骨 雖然我蠻重倉的 啊我手上呢 也不是最噴的那幾隻 啊可憐啊 躲過大漲啊也躲過大跌 這個就是躲過的感覺好不好 也不是多舒服 所以呢 還是不要在那邊幸災樂禍 人家在那邊講說 啊都是台積電在漲 都沒有漲到我的 啊台積電也要休息一下 漲一下中小來啊 台積電下來你就怎樣送了 躲屁躲 躲了也沒有比人家舒服 啊你乾脆不要躲 還跟人家一起嗨還比較爽 好啦那我大概就是剛剛算了一下啦 啊現在也算周末了嘛 算了一下 還是賺的啦 沒有吃到很大很大的回答 啊就是診斷當作沒有這樣啊 但是這樣算起來還是賺的 啊中間有一段績效衝上去啦 啊那個感覺就是中間有一段績效衝上去 然後再把那一段衝上去的再吐回一半 這種感覺啦 可是喔就整個很躁 大概可以理解古矮 為什麼前幾集前兩集在那邊說他突然 呃心情躁起來還是什麼了 我忘記了我忘記他為什麼躁起來 他好像不是因為市場的東西躁起來 好像就是因為他 我忘記了忘記了 反正就是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會躁起來 因為我也蠻躁了 那因為很躁的關係 所以我就在想 欸不行我怎麼可以躁起來 我不是應該要很穩嗎 我前面看那麼多心法 我怎麼可以躁起來呢 一定是我講過的東西我忘記了 我他媽我要回去把停損網再聽一遍 我看我有沒有哪裡忘記了 我哪裡沒有做好 欸我真的有做這件事情哦 然後我去把它聽完了以後 其實我也沒有做的不好啊 其實我做的還蠻好 我也沒有亂買啊 啊我也沒有亂賣啊 我大概就只是羨慕人家賺很多而已 你知道嗎 然後我剛剛又回頭再去把Threads 然後跟FB看過一輪 看到很多人比我還要躁 看到有人吐的比我還要躁 那我就放心了 果然這種東西 不管是快樂還是痛苦 那都是比較出來的 好啦那今天呢要來分享幾個 我自己遇到的一些心理狀況 然後呢我是怎麼處理的 只將我就好了 我們不要去檢討別人 我們現在都盡量不要去檢討別人 然後也盡量不要嘴賤 嘴賤我們就只在限動上面就好了 好嗎 啊我在限動那邊呢貼出來的東西 那都是我真的心裡面所想的 我這個人就是這麼極白 我這個人就是這麼邪惡 那我沒有辦法 好沒辦法 這天生的 我我會把它表現出來 可是呢我會盡量往好的地方去做 好不好 我們當然是要盡量往善意的方向去發展 那可是呢人性本惡嘛 你要能夠理解這件事情 那有些人他很善良 其實有可能只是他沒有表現出來而已啊 我們只是比較誠實 我們會把它表現出來 好啦反正就這樣啊 我們我們只講我的 不檢討別人 但是我覺得我講的這些東西 有可能你會在你朋友的身上 看過類似的問題 那就稍微簡單的分享一下 首先講第一個 就是會面臨的一種心理狀態 就是覺得別人賺比較多 這個很難克服 也不是只有在賺錢上面而已啦 念書也會這樣 吃點心也會這樣 吃點心的時候 別人的乖乖比較好吃 感覺別人的家境好像比較好 別人的股票感覺都不太會跌 我的股票怎麼買進去之後 開始在那邊跌 就是覺得別人比較爽的一種觀念 對不對 就是常常很容易會覺得 別人就是過得比較爽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種貪心 小氣 嫉妒 然後貪小便宜的這幾個情緒 互相交雜在一起之後 衍生出來的狀態 那我想舉個例子 這個是以前的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永遠都在賺錢 我看他IG的啦 他期貨打超大的哦 他之前就在跟我分享說 他都整個算一算 大概都做多少錢 然後我印象中他期貨打很大 那他每次呢 只要看到他IG的限動一定是賺錢的 每一次賺錢 他都講得好像很輕鬆 我舉個例子 他會講說 今天 雖然盤不好 我們在測試B策略 雖然說盤不太好 但是呢這個獲利也不無小補 他超愛講不無小補 你知道他的不無小補是多少錢嗎 不無小補三十萬啊 然後他的便當錢五六萬 奶粉錢十萬 他們賺這樣補貼個奶粉錢 早班 那今天有錢可以吃便當加個滷蛋 五六萬 大概就這樣 每一次看每一次不爽 尤其是第一次看的時候 超級不爽 雖然他是我朋友 但是呢我真的是打從心裡很想看他破產 超想看他家破人亡 欸不誇張 我心裡真的是這樣想的 只要看到有人很轉 我都很想看他再也轉不起來的樣子 我誠實跟你講我就是這樣想的 或許你很善良 或許你不會像我有這種邪惡的想法 但是我會 我就是見不得人家好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都會有這種類似的想法 只是你們沒有講出來而已 他們沒有那個懶叫講出來 我覺得是這樣啦 那沒關係我就講出來 我真的會這樣想 後來呢我把這種邪惡的想法 歸因於我就是因為我貪心 我小氣 我嫉妒 我自己吃不到 我就想要把人家毀掉 所以才會這樣想 但是我又很難克制我這樣想 你知道嗎 我看到人家很轉 我就想要看他落難的樣子 那我知道這樣不行 可是就是會 各位聽眾你是怎麼克服這種 自己很邪惡 然後想要讓自己重量 你是怎麼做的 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好你可以分享看看啦 反正我是 我是先去面對他 好不好 那我到最後 我是怎麼克服這個情緒的呢 其實說來也蠻簡單的啦 就我會產生這個情緒 可能是因為我忘記這個人 他平常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其實這個人 他平常就屬於那種 他只講好的不講壞的那種人 他的弱點他會把他藏起來 然後呢他過很爽的那一面 他會盡量把他表現出來 他是靠吸食別人的羡慕 來過火的那一種人 賺錢就拽的要死 買個東西卻摳的要死 那如果他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竟然還因為他的炫耀 去影響到我的心情 那真的不值得 因為這樣我就克服這個情緒了 你就先想一下這個人 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你要先觀察他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 他就會把他最帥的那一面 然後把他弄出來 對不對你國小的時候就已經 常常面對這種事情了 應該有吧 反正我就覺得不值得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有病 我覺得我有病 我因為羡慕嫉妒恨 然後我想要詛咒他 我就是因為我也是小氣鬼 所以我才會這樣 所以這個除了他有問題 我其實也有問題 我會產生這種情緒 也是因為我小氣 我羡慕人家 我見不得人家好 那通常呢 產生這種羡慕的想法以後 我後面做的事情 通常都沒辦法做得太好 然後有可能會遷怒給別人 在你身上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身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最明顯能夠看到的就是 我股票上面就會做得不好 我羡慕人家賺那麼多 應該說我羡慕他每天 輕輕鬆鬆就可以賺這麼多 那既然產生了這羡慕的情緒 我就會想要放大我的獲利 就覺得說我平常這樣做 獲利都已經是這樣的 那我只要開個槓桿 我是不是獲利就可以上去了 那因為羡慕 所以就會想開槓桿 比如說你今年你的績效20% 你就會想說 要是開槓桿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變40% 兩倍槓桿就變40% 來國小數學又來了 平常是20% 那兩倍槓桿就變40% 五倍槓桿不就變100%了嗎 可是劇情通常都不是這樣演的 因為你是小氣鬼 小氣鬼開了槓桿以後 還會把情緒給放大 你以為開槓桿以後 只會把好的部分放大嗎 沒有 開槓桿以後 壞的部分也會放大 那個兩倍槓桿開下去 你在追高的時候 你的貪念也會放大兩倍 那你凹單的時候 你的那個自卑跟自責也會放大兩倍 這是槓桿帶給你的影響 通常不是金額的問題 應該說金額一直都不是問題 通常是情緒管理有問題 開槓桿真的不是不行 那拼周轉率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的情緒可能跟不上 那個資金的量體這麼大 如果你能夠固定操作的話 其實開槓桿可能會比較快 但是常常是這樣 開槓桿不一定比較快 假如你有一千萬 然後你跑去開五倍槓桿 把它變成五千萬的部位 五千萬 其實在大戶眼裡 這個還是小錢 可是這個對你來說 已經是費盡全力 連腸子都擠出來了 還是人家的小錢 所以你會受不了 因為這個對你來說是大錢 可是對別人來說還是小錢 那有沒有開槓桿其實又沒有什麼差 你想一下如果有一個十幾億的大戶 然後他去做一億 可是你開了五倍槓桿 然後你才五千萬 還沒人家多 人家穩得住 那是因為他有十億 然後他只做一億 你只有一千萬 結果你卻做了五千萬 你當然會受不了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開槓桿這件事情 就是你把它槓到超出 你的資產部位太多的 這個不是一般人能夠做的事情 如果說你今天有一百萬 然後你拿十萬 去開十倍槓桿 那這個可能受得了 因為你本來就有一百萬 可是如果你是像剛剛講的一千萬 然後跑去開五千萬的槓桿 你可能會受不了 因為你的心理狀態 沒辦法去承受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當然如果你承受得住 那是沒問題 你可能是榮大還是怎樣 那個不一定 反正就是你要看你的那個情緒 你的心理狀態有沒有辦法承受得住 你一個沒扛好 可能又變成PTSD 那又更難處理了 那想完這些以後呢 我就又拉回來 我又好了 我就好了 我就開始覺得 其實我也不是沒有東西可以炫耀 我也有蠻多東西可以炫耀 只是人家他比較愛dain 他習慣把他好的東西都把他講出來 但是我們不一樣 我要炫耀之前 我會想到說 還有人比我們更厲害 我還會想到說 雖然我這一邊賺錢了 但是呢 把虧錢的那些拿過來加總以後 好像總的來說也還好 沒有什麼好炫耀的 那去看人家炫耀 覺得很不舒服 這個只是自己跟自己過意不去而已 然後我就會好了 想完這些之後我就會好了 這就是我的解決辦法 人家無淡如都知道說 要美肌開爆再拿出來貼對不對 弄到整張照片的畫紙 每機每到照片的畫紙都已經變得很奇怪 都扭曲了 才上傳 都已經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用多爛的手機來拍照 他才上傳 我的朋友當然也會故作堅強嘛對不對 他搞不好家裡已經過得很不好了啊 然後他拼命幾個賺錢的單子出來 讓大家開心 不是讓大家開心 幾個賺錢的單子出來炫耀一下 然後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 這個也是他的樂趣嘛 其實說真的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看到他貼單炫耀了啦 就只有最近 剛好又再看到一次 所以我才想到他的事情 這樣 要理性一點嘛 科學一點嘛 你知道某某阿姨在那邊跟你媽炫耀說 他女兒 阿姨的女兒在醫美 在醫美裡面當櫃台的啦 一個月賺二十幾萬 哇好爽喔 一個月賺二十幾萬耶 聽到這種東西你就要想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要理性一點 要科學一點 我爸以前也常常在那邊跟別人炫耀說 我都考第一名阿 都說什麼 我數學都考一百阿 別人的家長也都在那邊 喔喔喔喔好羨慕 你們家小孩教得好好 都考那麼好 我們家人在那邊不及格 但是其實我自己也知道 我爸在那邊炫耀的時候 我又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 阿我也不是每次數學都考一百阿 阿我也認識一個醫美的諮詢師阿 對啦有時候業績很好的時候 真的是會一個月二十幾萬啦 但是業績不好的時候 就只有基本底薪而已嘛 多一點點阿我也聽過房仲一個月一百萬了阿 一兩百兩百好像沒聽過兩百 一百多啦 有啦有聽過啦 反正總之要理性一點 要科學一點 有些在炫耀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不知道真實狀況是什麼樣子 我意思是說 他只是在強調當下那個開心的心情 就好像你今天那個統一發票對完以後 然後中了一千塊 然後在那邊跟人家分享 人家哪知道你其實在股票上面輸了十幾萬 你統一發票中個一千塊 你就在那邊炫耀 你那個股票上面虧多少錢 你怎麼不講 這樣阿他其實可能平常他也沒在記帳 認真算一下搞不好他會發現其實自己這個月是虧的阿 真的很多人這樣喔 每個月花的比他賺的還要更多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算了以後才知道 或者說他在那邊貼他那個賺錢的單 可是其實他的手續費 比他的已實現損益還要多很多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可能賺個十萬 可是他的手續費可能有二十萬 我不知道隨便舉例阿 反正就有這種的喔 那我就是要說 唉 理性一點 科學一點 不要被那個金額影響 不要被人家影響 我不是在嗆你阿 我在自我反省 好這是第一點 再來第二個我要反省的東西是 不要贏轎還要贏話 這個是台語阿 不然你聽不聽得懂 贏轎那個轎是拔轎的意思啦 就是你賭博賭贏了 你賭贏了就贏了 不要又想要成口舌之快 如果兩個你都要 就說贏轎還要贏話 這個也是前一陣子聽某個地方猛男講的啦 他說不要贏轎還要贏話 很多男生就會這樣 贏轎還要贏話 你的快樂到底是建立在什麼東西上面呢 你的快樂是建立在貶低別人 然後讓自己感到快樂嗎 還是說你考60分 看到別人都考30分 難道這個我就會快樂嗎 還是說做多賺錢了 看到空軍被嘎爆 然後嘎爆以後在那邊硬拗 看人家不舒服會快樂嗎 還是說你預言的這支股票會噴 結果這支股票之後真的噴了 就算你沒有買你還會快樂嗎 這個都是男人的快樂 女生怎樣我不知道 因為我是男的嘛 所以我就講大概就是這種 有些人是預言中了 然後就很快樂了 就算他自己沒有買 就算他沒賺到他也很快樂 有這種的 那我是偏向我比較喜歡贏話 我比較喜歡嘴秋的那一種的 贏轎我倒是還好 應該說我喜歡嘴秋 然後偷偷贏轎 我是這種的 平常我會嘴秋 然後我偷偷的去贏錢 我沒辦法高調的贏錢 因為我只要高調我就贏不了錢 我只會高調的嘴秋 嘴秋真的很簡單 這個大家都會 每一次我在限動嘴秋 都會有聽眾朋友 跑來跟我共襄盛舉 跟我來一起嘴秋 那這個我其實覺得很好玩 我說嘴秋 不過嘴秋的這個部分大家都會 所以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要講的是偷偷贏轎的這件事情 我這個人 我不是故意要偷偷贏轎 而是我一定要偷偷我才會贏轎 我這個人沒有辦法高調 我只能偷偷贏錢 太高調的話我就會玩不好 所以我就盡量不要高調 我只要一高調我就玩不好 太高調我就算贏錢 我還是會輸回去 高調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要買一支股票 我已經跟大家提早講了 講完以後還約大家一起買 如果我這樣玩的話很少贏錢 因為可想而知 真的還蠻少贏錢的 你應該也是 能夠高調的提早講 又揪大家一起上車 然後又跟大家一起贏錢 這個對我來講 這都已經是我的偶像了 我真的做不太到 我這樣玩會很少贏錢的原因是因為 我講了以後我就會變得很在意 我不只在意這一支股票後面的走勢 我還會在意大家呢 的心情 大家的狀態 我會在意那支股票之後 每天的一舉一動 就算我拼命的壓抑自己 我刻意不去看 我的朋友也會整天在那邊化修 然後整天在那邊幫我看 在那邊幫我報價 很煩 這個對我的操作有害 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高調的贏 所以我什麼時候買 什麼時候賣 我基本上都要事後才能講 沒有辦法去提早預言 只要一預言 我可能就玩不好 勝率就會降低 那為了不要讓我的勝率降低那麼多 我就會偷偷贏錢 盡量要偷偷的 因為我想要贏錢 我不想輸 那誰想輸 為了要贏錢 我要偷偷來 然後我超怕人家知道我賺多少錢 怕得要死 一倍人家知道我賺多少錢 我吐回去的幾率就會大增 所以我根本就不會去炫耀 而且炫耀了以後會害人害己 害人是害到別人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一種 炫耀了以後不是就會害人家 他的那個貪心就會起來 他的嫉妒之心就會起來 對不對 我炫耀了以後人家跑來詛咒我 這樣對我也不好嗎 真的會害到我自己喔 你想像一下 假如說這個世界上有兩個我 然後其中一個我賺錢了 賺錢了以後 跑去跟另外一個我炫耀 這個時候呢 賺錢的那一個我就會開始 金錢保衛戰 隨時都要小心著我的錢 不要吐回去 然後還要小心喔 我自己賺了那麼多 被人家知道了 沒有請人家吃飯 沒有分人家一些錢 會不會很小氣 這就是賺錢的那個我的困難 那個沒賺錢的那個 被炫耀的那個我呢 另外一個我 就會開始在那邊湧唱 在那邊施法 詛咒人家家破人亡 你看我就是這麼脆弱 所以我真的 盡量也不要去炫耀 不然真的會害到我自己 所以我很佩服那一種 有辦法自圓其說的人 應該說 我很佩服兩種人 一種就是 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他還有辦法不迷惘 任何時候發表出來的看法 他都很理性很務實 最厲害的是他還有辦法 有一定的準度 這種人我真的是很佩服 這是第一種 另外一種我很佩服的人就是 他講話前後矛盾 可是前後矛盾沒關係 他很會自圓其說 他講話矛盾 他有可能講錯 他有可能自圓其說 都沒差 他的做法竟然是對的 他做法沒有問題 他看漲說漲 看疊說疊 可是他做法是對的 而且他賺錢 這一種我也很佩服 這種人真的很適合當KOL 而且這個就是 我最喜歡嘴的人 對不對 我平常會嘴這種人 但是其實我心裡是佩服的 你不要看我一直嘴他 我很佩服這種人 這真的是最高境界 連你自己都不覺得你在說謊的時候 你就沒有說謊 幹最高境界 好啦大概就跟大家分享這兩個 奇怪我本來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但是我講一講好像就只有這兩個 我最近有在反省的一種 也不是最近反省 我一直都有在反省 然後最近有時候 你知道這就像打地鼠一樣 這個心態有時候會冒出來 冒出來你就要把它壓下去這樣 那最近我這兩個 這兩個心態又有這樣冒上來 冒上來我把它壓下去 所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看一下 這樣節目多長 好沒有很長 還可以再講一下 順便來分享兩個 我在書裡面看到的東西好了 我覺得有點適合現在的市場情況 一個是從有一本書叫做 《交易者的超級心流訓練》 這本書裡面看到的 你知道最近有看到那種 有人拿股票去質押嗎 那個叫什麼 不限用途 那個質押不限用途 的那個錢被借光的這個消息 對不對 就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地方啊 大家會FOMO 大家會羨慕人家的績效 因為羨慕的關係 會想要開槓桿 會覺得說 我這個 我的績效才這樣 人家開槓桿的績效 那麼漂亮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趕快開槓桿 然後就想要拿自己的錢 趕快再去借一下 想要去FIRE一下 好那在這種情況呢 你就還蠻適合 在這本書呢 《交易者的超級心流訓練》裡面 有講到一段話 他說 一個部位過大的交易者 在情緒激動的期間 他如果遭遇到非常巨大的經濟損失的話 這個就相當於他造成自己的交易創傷 那你產生了這個創傷了以後 以後呢 就算你遇到那種正常的損失 你還是有可能會trigger到 你的這個交易創傷 那一旦你的這個創傷被觸發了以後 你可能就在觸發的那個當下開始 你就會失場 那這個失場呢 會害你操作不順利 你會因為被觸發這個創傷 然後你就想起了之前那一段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你就會突然湧現上來很多憤怒啊 挫折跟恐懼 然後你就會淹沒在痛苦之中 要花很多時間去調適才能夠度過PTSD 如果你因為部位過大產生PTSD的話 你就很難再客觀的去面對自己的部位 玩自己的就玩不好 玩別人的可能還還OK 可是玩自己的可能就玩不好 那你要怎麼看你自己是不是已經有這個PTSD了呢 你就想說 如果你在冷靜理性的交易很長一段時間之後 你都一直有穩定的獲利 結果你常常都會因為不小心一個失手 就全部都吐回去的話 那有可能這個就是原因所在 他說從交易者的角度來看 這種看似缺乏紀律的行為 實際上只是因為你不小心觸發你之前的創傷了 你過去適應的那個調適機制在起作用 那在那個時候的當下你就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有認真的去想一下 我有沒有這種創傷 以前可能有 現在應該是沒有了 我現在應該不太容易被觸發什麼PTSD 我還好 我真的還好 因為我不太容易壓過大 可是壓太大的那種經驗我是有的啦 就是不甘心啊 然後想要呸回來啊 然後一次就把它壓很大很大 這個應該不是只有我啦 每個人都會有啦 那我只是要說 有些人在這種壓很大的過程裡面 有可能會產生PTSD 然後那你這個PTSD呢 如果在某些小情況之下再次被觸發 你就會想要躲到某個地方去 那個躲到某個地方去不一定是真的實體的一個地方 而是它會觸發你一個固定的行為模式 你上次是怎麼度過的 你這一次呢 你就會想要再尋求那個做法 比如說你因為開太大的槓桿 然後造成一個巨大的經濟損失 結果呢你是因為開一個更大的槓桿 然後把它PTSD回來了 然後僥倖的度過那一局了 你創傷是真的有喔 還是有那個創傷在喔 只是你僥倖度過了 度過了以後 你下一次再遇到這種創傷 然後其實雖然只是小小的 你還是會想要開更大的槓桿 去期待它彈起來的時候 讓你配回來 喔這本書還不錯啊 適合有心理創傷的人 或者說想要檢查自己有沒有心理創傷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本書 看一下你現在的這個狀態 是不是故作堅強 還是你真的是蠻舒服的 好可以去找這本書來看一下 叫做交易者的超級心流之羅斯 交易者的超級心流訓練 這段就是跟你說槓桿不要開太大 那再來下一個要分享的是 我們有在Discord那邊貼給大家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應該蠻多人都有看過了 科斯托蘭尼 那本書叫什麼 科斯托蘭尼那本書叫什麼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嗎 對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裡面呢在書的最後面 他有提出實慮跟實戒 那在回檔的過程裡面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說的啦 就有些人會說趨勢不會在一天兩天之內反轉 意思是說雖然說現在是回檔 但是呢他有可能還是多頭 不會一天兩天之內反轉 但是你有可能因為槓桿開太大的關係 在多頭的回撤你就破產 也是有機會的你就不要開太大 趨勢不會一天兩天之內反轉 但是這個不是你凹單的理由 你不是靠這個東西來凹單 就是你不要靠別人的話來凹單 可以懂我意思嗎 趨勢不會一天兩天之內反轉 所以跌下來之後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上車 但是不代表說你可以扛單 然後一直開槓桿 不是這樣OK 在回檔的時候蠻危險的啦 你抱著是不舒服的 你去摸底也是不舒服的 你去開空也不舒服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科斯托蘭尼 那本書最後面講的實慮跟實戒 好現在雙手合十 我們要理性一點科學一點 好他說的實慮是什麼呢 應該是十個要 然後十個不要 實慮就是十個要嘛 借的話就是不要 實慮的第一點 要有組件 三思之後再決定 第二個 要有足夠的資金 以免遭受太大的壓力 這是第二個 好再來第三 要有耐心 因為任何事情都不可預期 然後任何事情的發展方向 都跟大家想像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像我剛剛前面一開始講的那個劇本 跟我當初想的真的是不太一樣 大致上是一樣的啦 可是裡面的一些細節呢 真的完全不一樣 跟我想的真的不一樣 常常都這樣 我已經習慣了 好那再來第四點 如果相信自己的判斷 你就要堅定不移 好不要太常被別人影響 然後放棄自己的判斷 跑去相信別人 常常都會有一個心態 就是你相信別人了以後 就可以讓別人承擔這個過錯 可是下單是你自己按的 虧錢是你自己虧的 你想要怪他你也只能夠嘴缺而已 你也只能夠在口舌上面 怪他而已 基本上你是沒有獲利的啦 不要讓別人去扛你的責任 因為按的是你虧的也是你 所以乾脆相信自己的判斷就好了 不要去想說別人說這邊可能是底部 別人說這邊可能可以摸一下 別人說最多可能跌到哪裡 不要管別人 你就自己想一下 你覺得哪邊可以進去 相信自己的判斷 然後呢堅定不移 好再來第五個 要靈活 並且時刻考慮 考慮到想法中有可能會出現錯誤 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會出現錯誤 你去印證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不要去印證別人的想法 所以跟上面那個是差不多的 再來第六點是 如果看到新的局面出現 應該先賣出 好這個第六點我還沒有體會到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他意思可能就是說呢 當原本在玩的這一局的遊戲 跟你想的不只不一樣 而且完全不一樣 而且整個嶄新的局面都已經出現的時候 先把原本舊的先賣出 好這是第六點啊 我不知道喔 我不知道這怎麼驗證喔 他講的喔 好那再來第七點 不時檢查你購買的股票清單 然後呢也要常常檢查 現在還可以買進哪一些股票 而不是擺爛都不要理他喔 就是你要時刻檢查你的持股 然後呢也要時刻去看說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再來選擇你要不要買 好這是第七點 再來第八 只有看到很大的願景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買進 第九 考慮所有的風險 甚至是最不可能出現的那個風險 也就是說你要時刻想到 有意想不到的因素 永遠防止黑天鵝 好再來第十點 就算你自己是對的 你也要保持謙虛 再來是十戒 十個不要 第一 不要跟著建議跑 不要去想說你能夠聽到內線 好這是第一 第二 不要相信那個買的人知道他們為什麼要買 也不要去相信他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賣 也就是說你不要相信他們知道的比你還要多 你今天買一張 然後看到人家賣一百張 你不要去覺得說他一定知道些什麼 所以他才要走 他有可能是韭菜 只是他是比你大一百倍的韭菜 好再來第三個 不要一直想說要把那個賠掉的錢再賺回來 賠掉就賠掉了 你之後賺的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用報仇 好再來第四 不要總是考慮已經過去的指數 過去就過去了 之後有新的 第四點 第四點我好像講太多了 他就是不要總是考慮過去的那個指數 然後再來第五 不要躺在股票上面睡大覺 他說的不要睡大覺的意思是說你不要抱著 然後就什麼都不管 不要不做決定 有些人會覺得說買的股票 然後到最後漲上去賣掉賺錢 好像是中間什麼事都不用做一樣 其實沒有 在抱的那個過程中 你要一直check很多事情 然後你要一直去面對自己的心魔 什麼的 中間其實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而不是抱著以後 只要那個時光機一下 還是說抱著以後你就直接把自己冷凍起來 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出來把它賣掉 這樣就可以賺錢 不是不要躺在自己的股票上面睡覺 好再來第六 不要不斷的觀察細微的變動 就是不要一直看 好不要對任何的風吹草動做反應 他說的不要一直看的 是要一直看沒有錯啦 可是你就是不要一直拼命的看說 他的那個微小的波動 不要太管他 可是你是要一直關心他沒有錯 但是不要對任何的風吹草動去做反應 好再來第七點 不要在剛賺錢或者是剛賠錢的時候 就做出結論 你可以在賣完以後 再等一段時間再來檢討 你也可以在剛賠錢停損完以後 過一段時間再來檢討 而不是當下做出檢討 因為當下那個檢討 可能過一兩天之後 可能又不一樣了 好這是第七點 在第八 不要只為了獲利 然後就賣掉股票 好你賣掉的原因 不應該是因為 他已經賺這麼多了 好像今天 我就覺得今天有那種味道對不對 漲很多的股票 然後突然就殺下來 他可能會覺得說 欸其他的地方 你看台積電在跌 台積電在跌 我那邊有幾支股票 會不會之後換我跌啊 那台積電 那個漲那麼多都跌下來了 那會不會之後換我被殺啊 那都已經賺那麼多了 趕快入貸為安 不要只為了要賺錢 然後就賣掉那個股票 這是第八 第九 第九 不要在情緒上受到政治好惡的影響 這個還好 最近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應該不會因為拜登川普的好惡問題 然後去影響到自己的股票操作吧 會的話你也太誇張啊 你政治狂人喔 你說前一陣子因為總統大選的關係 會影響到 我還信喔 如果是因為拜登川普的關係 會影響到你美股要買哪支 我就覺得怪怪了 不要在情緒上受到政治好惡的影響 第九 然後再來第十 蠻重要的 他剛剛在實慮那一邊的第十 他是說即使自己是對的 也要保持謙訊 那在十屆的第十 他是說獲利的時候 不要過分的自負 不要過度的自大 有用嗎 這個對我應該還蠻有用的啦 可以硬下來 然後貼在牆壁上 在膨脹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膨脹的時候 通常就是你那個Risk On的時候 就是你想要放大獲利的時候 就是你想要開大槓桿去追加 想要衝的時候 在獲利的時候不要過分的自負 不要急啊 尤其就是不要急著去把你失去的錢賺回來 這段時間應該回吐嘛 我也回吐蠻多的啊 就不要去急著把它賺回來 因為在你急著賺回來的過程裡面呢 你就會多做事 可是其實你已經賺很多了吧 我現在就會想說我已經賺很多了 吐那一點點回去好像也還好 你自己再認真想一下 今年應該大家都賺很多了 少說也賺個四五十趴有了吧 應該每個人都賺四五十趴差不多了啦 因為你看大部分的人賺的應該都跟大盤差不多嘛 那0050現在大概是四十幾趴嘛 所以我在想大家應該都比我還要優秀應該都賺四五十趴以上了 賺四五十趴以上吐個十趴也都還好啦 十十趴已經很痛了 但是吐十趴好像也還好 你現在的手上的盈利應該已經很值得炫耀了 那既然這樣吃回吐的時候就不要急著把那些錢賺回來 你要去想你手上還有很多 是你已經在今年已經賺了這麼多了 那就不要太care那些吐回去的那些錢吐回去的那一些其實也沒有多少 那就是因為你前段時間太激進了 你越激進那你這段時間可能就吐回去的就越多 那既然都已經吐那麼多了 你就想一下你現在有的還有很多 那你就想說還有的這些要怎麼守 這樣就好了 那之後呢可能比較正常一點 然後沒有再創新低的你再把你想要打回去的再把它打回去嘛 好那原本沒事的你就不要去想說要把它砍掉 就不要再步調亂的時候 然後又再去做一些多餘的事情 我就這樣回想起來啊 賺比較多然後賺比較舒服的時候 通常不是我動的很厲害的時候 通常都是在我持有然後沒有什麼在動的時候 然後那個趨勢剛剛好站在我這一邊 那就都沒有在動 然後也就一直在賺錢 所以其實不是因為你一直動所以有賺錢 而是因為你放在對的地方 然後你的組合投資組合是正確的 然後趨勢剛好又來了風吹過來了 然後在那段持有的時間賺很多 通常都是這個樣子 總之不要急著把那些錢賺回來 也不要急著去抄底去抄在那個轉折點 雖然說現在跌下來也已經一千一千六了 有吧 我看一下現在多少 有啦應該有一千六了啦 也跌蠻多的 上一波也跌差不多一千六 差不多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下 到底是多少 我剛剛有算啦 差不多啦 七趴多 從最高點這樣下來七點三趴左右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可是並不代表說這邊就是底 我覺得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把你最有自信的部位把它拿好 不管你是有槓桿還是沒槓桿 有槓桿也沒差 就算你是兩倍槓桿 你也要跌50%才會歸零嗎 不是嗎 要跌50%根本就不可能啊 只要能夠受得了 那就可以了 把你最有自信的部位拿好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今天這一集應該沒有講太多了 大概就這樣 感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一次不會太久 不會太久 先跟大家講不會太久 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